不是要回家吗 怎么带我来母校了 你还记得这里吗 当然记得了 这不是你家那个盒子吗 如果你还当我是朋友 给我个解释的机会 7月12日下午6点 操场见 卢伯爷就是个大骗子 其实那时候我来了 只是迟到了 在上学那会儿 我就喜欢你了 只是那时候的喜欢 就只是想每天都遇到你 然后欺负你 总觉得这样 你才会多关注我一点 那个时候我那么胖 你怎么可能喜欢我啊 之前之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你 是因为当年广播的事情 陆薄言 你整天和那个胖女孩 在一起打打闹闹 难不成真的要和他做朋友吗 没人喜欢跟一个胖女孩 做朋友 我怕你还没原谅我 怕你离开我 其实呢 广播那句话 只播出了前半句 还有后半句 是什么 现在 我要将那句话 完完整整地告诉你 没有人会喜欢 和一个胖女孩做朋友 但是我 陆薄言 就是喜欢 苏简安 我喜欢你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会一直爱着你 陆太太 陆薄言 现在 做人 想老外 或是 你 找人 我 都会 放小 想老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